南墾 是台灣最美的高山公路 云海、神木、峽谷、温泉、救國團山莊 是許多人難以忘懷的記憶 尤其天池到項陽間 因地處高海拔 原始林遍布 夏季雲煙繚繞 不但是避暑勝地 也是關云海的熱門景點 冬季則可遠眺玉山和南橫山山的壯闊雪景 但是南橫美麗的山景 卻因巴巴水災而蒙沉 西斷的前河明隧道等8公里道路 被掩埋在30下超過30名 東段崖口的大崩塌 近500公尺的路基掉下萬丈深淵之中 近9年來 虽然經過交通部投入數十元的經費重建 重建的成果 卻經常被突入其來的極端降雨打回原形 本紀錄片長達兩個多小時 所收錄的影像包含巴巴前的南橫美景 及災後實況與搶住紀錄 是以東段災情以實況紀錄為主 西段則以在地居民提供影像及風災後的回溯返航為符 透過長期的蹲點紀錄 呈現出在地居民與公務單位和施工人員 在巴巴後的努力與處境 希望透過本片提醒閱聽大眾 暖化下極端氣候的強降雨 已是常態 南橫的災況雖是特例 但是卻極具指標性的意義 如果暖化無法遏止 它們的處境也將是我們日後必須面對的課題 紀錄片預定8.89週年當日上午8點開放瀏覽 瀏覽的網址請參考以下連結